因为我想用我最认真的态度去获得你们的信任 王一选22岁 博海大学广电专业本科 大家好 我叫王一选 来自辽宁丹东 就读于博海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这个舞台 想找一份有关于企业文化和企业宣传的工作 谢谢大家 大高老师好 你好 一选 你好 博海大学的广播电视新闻 对 应届毕业 对 怎么还去传媒大学交换了两年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我们博海大学有的一个交流的项目 然后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大一和大二的学习成绩 然后就选择出来一些人去中国传媒大学在进修 所以我去听过您的课 我们去蹭过课 你是什么时候去听过我的课 夏天吧 还跟您有一张合照您好像都不记得了 怎么样我讲课讲的挺好吧 挺好的 挺好的 其实您亲和力挺强的 我看见您我就感觉倍儿亲切 真的 我是亲和力挺强的呀 对呀 可是总是有一些人说什么 我就特别不满意他们说的 这事也分对谁 我挺幸福你 挺好你是觉得舒服的日子过腻了 你对我们也挺好的 好了 坏人们是谁都已经发现了吧 是吧 好的 现在进入到一拳要说自己的能力 对不对 你看你长得很漂亮 是吧 眼神非常的无辜 但是呢 你现在要找工作 而且你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职位 叫企业文化专员 这是干什么的呀 这个是我理解的 因为我感觉如果要找工作的话 一定要找一个是自己喜欢的 而且是自己做起来是得心应手的一份工作 然后我自己一些能力 然后感觉是跟这个企业文化是最贴近的 你的什么能力 比如说我是大学是团支说 然后经常是组织学生 然后一起搞一个什么活动啊 班会之类的 然后是总组织 然后等到老师教师节的时候 还一起组织全班同学给老师送礼物 而且当然这个礼物一定是最特殊的一份礼物 是别人想不到 别人送的话我们就不送 那比如说曾经在教师节的某一次教师节 你们策划 有你策划 送给老师一个什么礼物呢 送给我们导员 然后我们班一共是33名同学 我想送给导员一个MP3 然后里面就录上我们33个人 就所有的人想跟老师说的话 然后让老师去听 然后让老师把这个东西给保留下来 这是你想的主意 对 好的 我们可以问一下一璇 企业文化是什么 你觉得 我觉得 企业文化就是一个企业 它展现给别人的一种感觉 你有去查过字典 查一下 什么叫企业文化吗 查过 就是查过 还有查过我们 所以说企业文化中的一些核心的元素 我们企业文化组成企业文化的几大元素 企业文化的名词解释是 名词 我是查过 但是我记不住了 企业团队的人 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就叫企业文化 对好像是有价值观的 对的 我这个提一点点建议啊 我这个有点就坐不住了 就说这个状态我就不对劲 这种可爱的状态 你平常也是这种状态吗 因为我们这是职场 这是职场招聘啊 这要在真正的一个招聘的环节中 如果你到我的企业 其实五分钟之后 我跟你说拜拜了 就这个时候这个正式 如果正式招聘的话 我们已经聊完 谢谢 而且你这个简历中 你写了一个同事眼中的自己 你写的是精神病 这个我其实蛮惊讶的 我一直想问你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是不是在生活中 是个疯疯张张的一个女孩 对如果熟了之后 就会特别疯 就是不熟的时候 就特紧张是吧 也不是 就是不会 就是淋淋尽致的 把自己给展现出来 总是有一些顾虑 小姑娘 长相啊声音啊谈吐啊 都特别的可爱 但是用这种相对比较萌的声音 来找工作呢 会略显职业性不足一些 你现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你生活当中喜欢干什么 喜欢哪 嗯 喜欢给人准备东西 礼物 你用人性化 咱们不能天天送人礼物呀 你喜欢看韩剧吧 所以说如果我做企业文化了 我就可以天天送员工东西了呀 因为每天都会有员工过生日 你其实一拳一拳 能力指的是说你会干什么 或者是你把什么事情 跟你说了段东 但是会送人礼物 并且送的特别有特色 其实企业文化是需要 所谓诠释 你知道诠释吧 好 就把一个概念要 这样段东 我把这个问题当做 你们保留啊 再次保留 我把这个问题当做最后一个问题啊 我 过生日了 过生日了 对 过生日了 她的灵敏性还比较好 40岁 你要送给我一个礼物 预算100 不能超过100块 可以把您在各种场合 比如说参加这个 主持这个节目 或者上课 我偷偷录像的一些录像 给你编成一个视频 就是一些你自己 您自己不知道的一些东西 然后让您看见 算是我送给您的双方礼物 或者是 剪画报 然后剪一些特别多的 关于您的画报 然后也是送给您 都是手工制作的 OK 好 各位 你们来判断 第一印象 去或者留 选择 黄威离开 子健离开 静威离开 断送离开 四位离开 八位留下来 接受我有财 来灿火 其实企业文化 看起来是个简单工作 但是呢 要对人性 对环境 还是了解比较多 所以觉得不适合 但是你刚才讲到礼物 爱乐活网上 有个礼物频道 我们确实呢 就是给大家挑了 很多的这种犀利古怪 都见不着礼物 然后分轮别类饭好 你愿意做一个 比如内容编辑 这样的事吗 我比较喜欢偏行动的 就你让我去做 那这个就是让你去做呀 这不是编辑吗 编辑不是做的事哈 这是 就是 你是不是喜欢 跑跑颠颠 就是到各个部门 走来走去 就喜欢这种状态 风风颠颠 跑跑颠颠 这样状态 也不玩 你描述一下 你描述一下 你将来进入职场中 你希望那种职场状态 是什么样 好 说 就是那种 比如说你们焦大哥 给我一个任务 然后让我去完成它 就从开始到结尾 都是由我来完成的 一雪 我觉得是这样 你现在可以看看 每一位男老板 每一位老板 在跟你聊天时候 他们的表情是什么样 是真的一个老板 在跟职员聊天呢 还是一些大叔 在逗着一个小女孩开心呢 我刚开始上来 我觉得挺可爱的 但是越听我越生气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女孩子一定要记住 如果我们学的不多 懂的不多 很无知的出现在社会上 其实是很危险的 我觉得颖峰说的 真的很有道理 一个女孩刚出社会的时候 特别替你担心 这社会太浮夺了 因为今天台上的大叔也好 大哥也好 他们是善良的 如果真的有一天 你换个环境 他们的想法 不是现在这些 这么伟岸的想法 我表扬的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我说 你不小心就掉到一个陷阱里 你还不知道 我还想说一句 所以你不能老是 用无辜的大眼睛 望着周遭的世界 虽然世界很坏啊 但是其实它还是有些特质 才真的让我们看着它 说 我觉得它还是比较有人 就是在人性化的思考上 就是对方那些感受上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质 而你的特质啊 我认为啊 我觉得是不是 你愿不愿意去尝试 像文秘行政类的工作 行政类的 对 就是因为你其实是 比较有亲和力 然后和大家容易处好关系 你愿不愿意 不要做其文化 这么虚的事情 而是类似于 类似于员工关系 或者我们还有一个 叫做粉丝关系 员工关系这个板块 其实某种意义上 他也承担了 就是这个 企业文化的 比如说我们有800个员工 你怎么让他觉得 哎 这公司挺关心他的 对吧 这是不是你想做的工作 嗯 哎 你说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进一个企业的话 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企业 有没有企业内刊 没有 就是我感觉 如果一个公司里面 有企业内刊的话 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企业内刊里面 就会写上我们公司的一些大事迹 然后后面可以留出来 几页空白处 可以写留言簿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 留言簿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写到 包括 一审 一审 这都是你的想象 你知道现在有企业内刊的一些企业 往往都是那个 巨无霸行的企业 对 不是 其实我相信我们有 我相信 因为我们全国分布很多不同的这个 这个中心和学校 但是我们 请人做内刊的话 肯定是在企业 待了一段时间的 就是对企业文化比较熟悉的 所以还是有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包括尹峰 包括周老师 包括其实大家想跟你说的今天是 这个 你进入职场 你还是 你的一个 一个 应该是 应该是成熟 他的问题啊 就像借着刚才尹峰提到的这个 是核心的是个态度问题 是他这个 这种状态 这种少女无知的状态 我觉得真的是不适合职场 那这些状态是 那人不是完全全 你说你说 你们先别吵 你说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离开主要原因就是 你完全不在 其实我们是都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 然后谁都是有 就是对职场 就出入职场 不对不对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 我都拼命的武装自己 装的自己很直到 很成熟 你现在就是很 很无知的样子 就站在这儿了 真的不认为 他的所谓的职业感 是那么那么重要 他就是个毕业生 但是你觉得 是因为武器有一套 我觉得他重要的是 有没有一些特点 符合你的公司的 一点点的需求 而且我认为 副总就刚才你 我再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你觉得从他身上 看到哪方面的能力 我先举个例子 黄总不是说 他不适合做 那个员工关系吗 你觉得做 文化宣传 或员工关系 这类岗位的 人力资源的专员 该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说有我的理解 该是我这种 我说说我的理解 企业文化和员工关系 是人力资源里边 最为复杂 难度最大的 应该是大叔级的人物 或大妈级的人物 但是如果他只做 因为什么呢 他需要 我举个例子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每个企业都强调 诚信正直的文化 你怎么去 把诚信正直的文化 告诉企业员工 让员工觉得你 真的是帮到他了 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但我完全是另外一个观点 你能对他更大的 就是说任何一个伟大的企业 都是从颠覆开始做起的 他现在的状态 你们可能 加油你的公司 需要一个20岁的小女孩 去颠覆吗 我会让他去负责这个事情 但是可以做一个执行 我让他做一个执行程 可以做一个白纸 这种态度在一个正规的企业里面 这么低优的问题 这么低优的问题 今天把所有人都绑架了 好 来了 关键是 我们让黑暗中的一个女的说句话 来 请回 你今天把所有人都绑架了 我们不敢用正常的标准去要求你 只能在你身上硬是去找到一些 你能做什么 我来怎么安置你 但安置你 首先是你要争取的 我们要不要你 这个我觉得你要挑出一个 这种很奇怪的环境下 不是所有人都被绑架了 我没被绑架 灭灯的我也还没有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一旋 我能做的 你不能用无辜的眼神 告诉我你能做的 同时一旋 肯定的眼神 你用肯定的眼神 你不能用任何眼神告诉我 你是能做的 其实老板刚刚每个人 其实都在问他能做什么 其实让他在创造一些东西 但他现在年龄 我觉得他不了解企业 不知道企业有哪些部门 哪些工作 他没法创造 我觉得他刚讲 他一直想要的是行动 其实他可能想表达的是 他交给的一个工作 他有执行力 是的 所以我觉得一选 你能不能就讲一下 比如你之前做哪些工作 比如说这个工作 可能交给你一天完成 你可能半天就完成了 你的执行力 那你说一下 我们能说说这些 说 就在学校里面 只要老师交代给我的任务 我一定就是给他 就完全不管是整理 比如 整理 整理我们的文件之类的 如果老师要求的是 你下周一给我 我基本上这周五 我就会给老师的 好的 各位 这就是一拳 现在能回答的问题 你们自己来发掘 你们自己来发掘 工作地点要求是在 北京 就是只是在北京 其他地方不考虑 是吧 是吧 是 好的 现在场上还有八位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拳就到了 王一拳的手里 选择 米风离开 风离开 菜虎离开 还是有五位留了下来 提供职位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我们给的职位 就是宣传 然后还有执行 因为我们比如说 很多的音乐项目 其实会跟很多校园 包括KTV渠道 包括电影院 来去做很多推广 所以更多是沟通和执行 好的 对 福登集团 我觉得你的特色 还是比较适合 做这个宣传 以及推广这项工作的 那么我给你的 是我们PR部的一个助理 助理角色 谢谢 来 优胜教育 因为我们的员工关系里 确实有给员工准备生理品 不超过一百块钱 我刚才一算 也几十万了居然 所以你启发了我 还是要每一个人去设计 就是他喜欢的这个礼物 确实我没想过 员工关系可以做这么细啊 所以你给的这职位 叫生日礼物专员 来 接筛网络 两个职位嘛 就我刚才讲的 第一个就是员工内部的关系 生日礼物专员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别说话黄威 让人说完几位 用户专员 就是我们有用户 我们虽然有1.5亿用户 但是1.5亿的用户 但是我们会找一些 特别热爱我们产品的用户 定期搞沟通 搞活动 让他们真正理解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产品 来 Top Game 来 许乐 我觉得我从你身上看到了 一种很纯粹的简单 其实 不管别人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很难得 我要你做的事情 第一是每个月的员工生日会 第二个是每个季度的一个 全员的一个拓展活动 出外的活动 每天来让大家过得更开心 这个职位叫什么去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 属于行政助理吧 行政后行政助理 都在北京 都在北京 是哪个区我能知道吗 你不能知道 我们在朝阳区 见外深厚 如果你做市场活动专员 我们各个区都能提供 咱们能不接茬聊这个吗 咱们不是哄孩子呢 那一 什么 我们员工分配 就近选择这个权利 任何一个人在这块 如果不是他 如果是一个男的在这 说我想问一下哪个区 附近地铁几号线啊 立刻就会有老板说 那重要吗 那重要吗 你难道为了工作 该付出的交通的大家都不付出吗 其实我 当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妹子在那一说的话 我们哪个区都有 你想在哪个区啊 其实我要我要说 别人可能 别人可能没得 我要我要说一句 我要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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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职业面临找工作的时候 是面临一种选择 你刚才从开始的表现 到现在的表现 都没有去想 老板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 现在老板们给你设置的岗位 有可能有什么呢 有因人设岗的嫌疑 这个工作非常非常的单一 哪怕是剪辑一个片子 他也有为什么 我觉得刚才 段东提了非常好一点 我们现在就反问你 我们刚才提供的岗位 你听懂了哪些 就我们刚才提供的一些岗位 不用问问题了 听懂了哪些 他会去做选择 思考 走上前去 关掉 三盏灯 我对某些老板心里面只浮现出来一个词 改 谈钱不上感情 我们给的基础薪资2500 然后另外一点 其实你提到了 就是你有想做会宣传的工作 所以我们其实给的工作 还是宣传和执行相应的工作 好的 刘总 刘总您这边给我的薪资是 2800 作为应届毕业生的标准 其实都不高了 应届毕业生 你不是要照顾他吗 万能你们拿去得沉溢了 无论听到任何噪音 你要坚持自己内心的一个追求 对吧 加上200你会死啊 大爷 大爷 加油 爱子健 你说那么大一企业 是吧 说着就差那200 还跟那嘚瑟 有一两千五 两千八 还嘚 哎呀 我的天呀 不是 我觉得本质上 还出书呢 不是 本质上是他自己啊 选了一个 其实他不适合的岗位 所以公司招他很勉强 某种程度上 我真的在这会儿 我要同意尹峰说的话了 你有没有认真的想 这几家企业 给你提供的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留了这两家 他刚才听不懂 我觉得他想的 他完全听不懂 我觉得他想做宣传 一直想找的工作 就是跟宣传有关 对 就做宣传 他渴望去做一些事情 加油 不说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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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多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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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讲一句 严多必失 他的大学背景 你的大学 不说了 这句话 我了解 背后的意思 严多必失 加油 回去吧 大学背景 我们现在只问一个 特实际的问题 多两百 你会死吗 企业有企业的标准 我们对这个 印记变身线 两千八 就是这样的 你们企业的标准 你不用 就是一选 今天是我来面试你 不是他们来面试你 你不用听他们 任何人讲任何事情 亲爱的一选小妹妹 我真的要告诉你 田野绿语的背后是什么 所以别光听他们说了 一定要看他怎么做 本科两千八 从来没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认真思考一些 你的选择是国家乐产业基地 还是福能集团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认真想 我的选择是 国家音乐成员